节目最后要请文良老师 来帮我们浓缩方向 老师可不可以简单直接告诉我们 中秋节过后我们的第一步要做什么 有没有哪一些区块是真的不用管大环境 因为要每次都要跟着这个大环境 上冲下行冲进冲出真的太累了 有没有哪些是可以持续安稳续报的 其实我们整理出了三个部分 那两个是跟电动车有关的 因为我们主要是看未来的趋势 以及产业现阶段获利的状况 那么如果以获利的状况来讲的话 其实现在产业透明度最高的 大家讨论度最高的就是航运 航运吗 对 航运的产业的能见度 目前还算是相当的高 因为至少今年的EPS大家估得出来 明年的EPS大概估得出来 但是运价 其实运价虽然在跌 所以它的股价会反映现在运价在跌 但是实际上的获利 未必跟运价会呈现绝对的关联性 因为有的是签长约 而且运价就算在跌 也比疫情之前高出了四五倍 因为它是涨太多的修正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 正常合理的现象 那么我待会会针对行业的这部分 来做补充 那首先就大盘的部分 其实我很高兴能够在今天 来入古矮洋帆 因为不是在18619点 也不是在之前15475点 如果是在之前的高点 那后面大盘是跌掉了4691点 那甚至到今天来讲的话 差不多又跌掉了1000点左右 所以说不是在高点来介绍股票 那自然这些股票呢 它就是在低档 那另外呢 其实这一波的跌幅 从高点往下 第一次的大跌已经跌掉了25% 那第二次呢跌掉了到今天的话 应该是到接近6%左右的水准 所以种种的利空 大家所能够去想象到的 不管是美国联准会的升息 或者是呢 这个电子业的库存的调整 或者是终端需求不振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它并不是没有反映在股价的身上 并不是这些利空存在 而股票继续飙 而是呢 这些利空一次又一次的出来之后 而导致股价呢 不断的往下做修正 所以跌到中秋节之后 其实整体的全球的股票市场 包括台股呢 都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低档区 那另外呢 大家要记得 通常9月份怪事特别多 因为以前有过911 这个911恐怖攻击 还有921大地震 这都发生在9月 所以9月 以台湾来讲的话 台风又特别多 那现在台风是跑到韩国去了 那我要讲的是说 9月怪事特别多 所以利空之后会见到低点 所以这个利空 它通常是对整体的投资信心有所冲击 它不代表说 各股企业它的经营的基本面 产生了重大的转变 那当然市场的心态 会透过操作 直接反映在股价当下的波动上 那这一次大盘呢 在PIOC访台 访台湾的这一段期间 它反映上去 但是它的缺点在哪里 没有经过整理 没有经过沉淀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一次的拉回 后续来讲 筹码有可能先沉淀一段时间 所以中秋节之后的操作 是要偏多的 但是要有一个心态 就是要买来等 因为你买在低档 那如果说你要买在股票 最热门的时候 那往往就在喷出 而且是在高点附近 那如果是要买来等的话 其实呢 包括像航运 或者是像电动车相关的 都是值得大家做留意 可是老师 你刚刚不是也讲说 可能9月怪事很多嘛 利空会有见低点 对 所以现在就在低点了 现在是在低点 现在就在跌 利空之后见低点 所以现在市场不论他在反映什么 都是投资人的一个预期的心理 反映在当下的股票的走势上面 那我们先来看航运股 航运股比较特别的是说 这段时间常常是暂停交易的 那暂停交易呢 如果后续台股反弹了 看到低点反弹了 那他刚好闪过 比如说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三的大跌 他就闪过了 因为他没有交易 那他在暂停交易的前一天 投信买超6000张 对 好惊讶 而且融资减少了超过3000张 那筹码的数量是固定的 这表示说有些投信接近的人 他们其实是相信 买起来等 寒股会好 甚至于说也许预期 这个8月份的营收也会不错 所以他们才买了6000多张 这个张数不低 这个金额也相当大 对 而且真的很诡异 他前面不买 他前一天不买 他大前一天不买 他就在最后一天买 连续6天都卖一点点 而且最后一天卖64张 然后就买了 所以长龙有可能闪过 这一次大跌之后 他的技术面跟筹码面 刚好跟过去做切割 因为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另外一张 韩育股是惠阳 因为我们看到 能源的价格大涨 未来其实运煤的需求 一定会提高 那虽然说 BDI指数有一些滑落 但是惠阳他有一半 都是签这个固定的租金 也就是对他的获利 我们并没有看到随着近期的BDI指数的往下 他的获利没有受到影响 他今年前8月还是赚了11块钱 那后面再谈到的 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族群 都是跟电动车有关的 第一个是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系的部分 碳化系的部分 其实MOSFI 尼克森 他已经切入了碳化系元件这个领域 而且他的获利不熟 去年赚5块钱 今年300年的获利 已经来到了4块钱左右的一个水准 所以碳化系元件将来在电动车 一定会非常的重要 因为对电动车来讲 他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车电系统 还有他的电池 那车电系统 如果大量使用碳化系元件 就对他本身的一个耗能来说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尼克森去年赚5块 300年赚4块 现在股价大概在50几块附近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的 每笔偏低的股票 那另外一档就是 最纯的碳化系股就是汉磊 汉磊他旗下的三座金元厂 通通已经拿到车用的认证 所以后续汉磊跟尼克森 在这一波之后的电动车的 这一个整个多头的行情的话 他一定会跟上 再来两档股票是跟电池有关的 一档是康普 那康普呢 如果我们直接看获利 他确实也受惠 因为康普在今年300年的获利 已经逼近去年的水准 最后一档是中碳 中碳也又是要跟鸿海合作 做电动巴士的动力电池 所以这都是非常 则大家关注的长线题材 好 您收看的是古海洋帆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